爱看功夫电影的观众,肯定对片中那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打星印象深刻 毕竟这些功夫女星是一道独特且靓丽的风景 今天就盘点一下电影中出现过的13位武打女明星 曾经的她们各个气质不凡 每一位都是独特的存在,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吧 年轻时候的杨丽精有着精致的五官,完美的身材 在香港一众女打星中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 她那出神入化的连环腿 至今回忆起来都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只可惜热衷整容的她早已经飞细笔了 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了很多 但还是不如那些自然老去的女星看着舒服 在她整容这件事上,很多人都替她感到惋惜 觉得一代武打女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如今年过半百的杨丽精始终没有结婚生子 看过武林志、大刀王武、中华武术等影片的观众 肯定还记得这位神采照人的女中英杰戈戈春艳 尤其是在武林志这部轰动了大江南北的功夫片中 戈春艳成功塑造了一位正义、贤惠且善良的金国女侠形象 她从13岁起就开始习武 与李连杰是同一批被选入北京武术队的 经过众多武术家的栽培 戈春艳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她的舞姿柔而不昧 刚而不强 闲境中透着沉稳 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优秀武术运动员 她打的八卦掌不乏稳健 曾连续获得了五届全国八卦掌比赛冠军 还是首批货班五英级称号的最佳运动员之一 近些年她长期定居在新加坡 还在那边创建了八方武术培训中心 旨在为武术推广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黄秋燕是李连杰的前妻 他们二人曾一同合作拍摄了南北少林 少林小子登影片 她也是一位接受过专业训练 且有真功夫的武打女性 只不过嫁给李连杰之后 就选择回家相夫教子了 非常遗憾的是 她和李连杰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 李连杰因为立志而被上了抛弃弃女的骂名 离婚时 她把一套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留给了黄秋燕 因为手头吃紧 黄秋燕在朋友的推荐下跑到香港去学习美容 之后到旧金山开了一家理发店 在国外 她邂逅了一位经营餐馆的老板 开启了自己幸福的第二段婚姻 前妇李连杰在她结婚时 以女儿的名义送给了她一辆汽车 多年之后 少林小子聚组在聚时 已经分别与他人组建了新家庭的他们 相识一笑 算是彻底放下了彼此 罗福洛是金鸿金宝介绍来华发展演艺事业的 他从13岁就开始练习功夫 不仅精通多种武术 同时还是一位空手道高手 他曾连续5年 获得了男女同组世界空手道套路 与器械组的冠军 至今这一记录都没有被打破 他和洪家班孟海那段没有结局的恋情 也曾是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一段往事 因为当年罗福洛向孟海提出了结婚 并想在婚后回国定居 那时仅26岁的孟海不想早早结婚 更不想随他出国 于是相恋了6年后 两人便分手了 如今的罗福洛已经60多岁了 看起来保养得很到位 眼睛涂着深色眼线 样子变化很大 但是看起来依旧很年轻 身材也维持得非常好 这应该和他热衷做运动 坚持锻炼是密不可分的 回国后 罗福洛开设了武馆 想把自己的一身本领传给下一代 李赛凤年轻时长得娇俏可爱 明艳动人 怎么看都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子 可是他算得上是香港动作片头号女星 曾与胡惠中齐名 都是相貌可人的霸王花 参演过不少动作大片 自95年之后 他便淡出了演艺圈 因为从小就热爱中国舞蹈 李赛凤在香港创立了舞艺方 退出演艺圈后 他更是一心铺在了舞蹈艺术上面 教授儿童中国舞艺 先后在香港和丹佛成立了李赛凤舞蹈学院 制作出了歌舞剧魅和舞蹈剧兵马俑 胡惠中刚出道时 就展露出了林青霞一般的独特气质与风采 不少观众都一致认为 她是继林青霞之后的又一代女神 她在首部戏欢颜热播后 就决定赴港发展 到港后 她受到了成龙和洪金宝的青睐 继而成功出演了五福星系列影片 洪金宝又以霸王花为主题 给胡惠中安排了一些积极向上 且充满质感角色 后来胡惠中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一下子成了内地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如今的胡惠中 再也不是欢颜中那个灵动的少女了 年过六旬的她 看起来雍容华贵 魅力不减当年 只不过比从前赴台了很多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胡惠中的气质 早已超越了老年的林青霞 被称为健壮版山口百会的西邪美质子 是健美冠军出身 她虽然表面看上去特别能打 而实际上 她是最不能打的一个功夫女星 不过她是走得最远的一位外国功夫女星 2022年 在杨子琼的新片《瞬息全宇宙》中 就看到了她的身影 她是85年 在香港群星贺岁片《福星高照》中 首次露面的 健美冠军出身的她 在影片中 饰演了一个穿着健身衣 大秀肌肉的女汉子 一过招 就将胡惠中饰演的霸王花击败了 而饰演男主的洪金宝出场时 都没给她还手的机会 一拳就把她打倒了 西斜美质子是在1996年结婚后 退出香港演艺圈的 之后她进居好莱坞 以女特技师的身份 继续着自己的演艺事业 2022年 在《瞬息全宇宙》中 以过花甲之年的西斜美质子 出演了一个功夫高手角色 不过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出她来了 有着女成龙称号的杨盼盼 是有真功夫的女打星 她的动作潇洒灵动 腿弓尤其灵力霸道 拳拳倒肉的打斗动作 丝毫不输那些知名的功夫男性 很多人对杨盼盼的最深印象 是她在《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中 演的慕念词 其实她塑造过许多类似的古装角色 只不过凭借这部剧 她才受到外界的广为关注 1986年 杨盼盼参演完《绝带双交》后 就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再次跟观众见面时 她身边多了个女儿杨慈月 之后她以单亲妈妈的身份 独自带着女儿生活 1989年杨盼盼重回演艺圈 只不过那时古装剧已经没了市场 后来她果断开始多线发展 将工作重心从台前转到了幕后 将重点放在了影视剧集的制作上 事业上虽然很成功 杨盼盼的感情经历确实坎坷的 她在未知的情况下 与一位已婚的男士产生了恋情 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插足他人婚姻的第三者 但她知道真相后 肚子里已经有了女儿 后来她毅然斩断了孽元 独自跑到国外将女儿生下 如今女儿已结婚 她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 大导游嘉丽在16岁的时候就成了空手道冠军 之后她便考入动作演员学校 成为了千叶真一的学生 无奈她在本国并没有得到认可 因为岛国的观众更喜欢那些清纯妩媚女人味又十足的女性 迫于无奈 大导游嘉丽只得到国外寻求发展 因为看过成龙演的电影 她便决心赴港发展 这时教她空手道的师傅苍田宝钊 将其介绍给了洪金宝 在香港 她如于得水一般 尽情舒展她的空手道魅力 有幸的是 她还遇到了自己的最佳搭档李赛凤 一个面部线条硬朗立体 一个却显得柔美动人 两个人刚柔并济 先后在霸王花系列中多次合作 二人给观众造成的视觉反差感 为影片评添了几分新奇喜剧效果 在香港拍了60多部电影之后 功夫片的热潮不在 拍戏时还意外受了伤 加上她和郑浩南的失败婚姻 大导游嘉丽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开设舞馆 如今的她早已不再年轻 但是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镇定自如的气质 毛英是一位和气道高手 练到了黑带三段的水平 一度被称为是女版的李小龙 她是被加和创始人之一的 邹文怀发掘入行的 1970年在加和独立拍摄出品的 《天龙八将》中 她因表现不俗而备受关注 1972年 加和为毛英量身打造了一部 名为和气道的电影 就连李小龙都对毛英那伶俐的腿法 大家赞赏 这是她首次担任主演的作品 为了宣传这部片子 她不得不四处奔走 结果就成了风靡整个亚洲的功夫女王 毛英的演绎生涯虽短 参演的却都是经典影片 就比如破戒 龙针虎斗 铁掌旋风腿等等 后来她因为结婚 生子退出了影坛 婚后跟随丈夫移居到了国外 并改行开了几家餐厅 日子过得富足且和谐 被誉为中国第一打女的郑佩佩 塑造过不少武艺高强的女侠角色 就比如金燕子 冷秋寒 燕来等 她还被报戒评为武侠影后 可见郑佩佩是名副其实的 极美貌与功夫于一身的武打女神 1971年 她在事业巅峰期 选择结婚生子 进而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绎事业 她嫁到了资产颇丰的豪富人家 本来以为相夫教子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令人没想到的是 荧幕上那么风光无两的功夫女神 却沦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 除了替夫家延续香火之外 她还要尽职尽责地照顾 一家老小的起居生活 婚后她怀孕八次 竟流产了四次 很少闲下来放松的郑佩佩 在丈夫眼里 还是算不上一个称职的妻子 结婚第十七个年头 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离婚后 她带着四个孩子返回了香港 在老朋友的帮助下 库别影坛20年的郑佩佩又复出了 并且成功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不少内地观众 都是在她二次复出之后认识她的 那时虽然她已没有了 年轻时亮丽的容颜 但是演技炉火纯青的她 还是如从前一样 深受观众喜爱 杨子琼是公认的 华人第一女打星 在荧幕上 她的潜能似乎是无限的 或悲或喜 或搞笑或文艺 她都能信守年来 并且在自己61岁时 凭借瞬息全宇宙 获得了金球奖影后的殊荣 杨子琼有着很多影迷 她的武打动作 行云流水般 一直深受影迷的追捧 虽然出生在富裕家庭 但是她从小就非常有志气 认为能凭实力吃饭 就绝不靠长得好看 讨人欢心 21岁时 在妈妈的鼓励下 她参加马来西亚小姐 选美竞赛并一举夺魁 她是顶着选美冠军光环出道的 借着拍广告的契机 正式与一家电影公司签约 成了一位电影演员 她参演的第一部戏 是红金宝指导的 猫头鹰与小飞象 因为她长得好看 所以在里面 饰演了一个柔弱的女教师 本来她是可以靠脸吃饭的 毕竟她的颜值很高 又极具辨识度 但是她却主动改变戏路 跟着迪威学习拳脚功夫 因为她从小学习过舞蹈 半年后就出现成效 在之后参演的皇家师姐中 她不服输 敢拼 敢闯的镜头 给自己迎来了名气 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火了以后 她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 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做抉择 杨子琼也曾无比苦恼过 后来应男友的要求 她选择吸引结婚去了 可是婚后 她过得一点都不开心 处处依附于夫家 她觉得失去了自我 于是结婚三年后 她主动提出了离婚 恢复了单身之后 杨子琼重回大荧幕 在《警察故事3》中 她出色地完成了各种高难度动作 凭借这部电影成功晋升为 香港第一女打星的宝座 也拿到了女演员中最高的片酬 屏幕上的她英姿飒爽 其实也经受了很多 别人看不到的伤痛 杨子琼是一位很会演戏的打星 她知道 即使动作在漂亮观众 连着看几分钟也会乏味 后来她就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演技 近些年 虽然她的作品获奖情况不佳 但是参演了瞬息《全宇宙》后 她一下拿到了多个表演奖项 在于战园的众弟子中 圆秋作为大师姐 是一位大气晚成型的女打星 在同门师弟们 火遍大江南北之时 圆秋始终都是默默无闻 因为演艺事业始终没有激起什么大的浪花 所以圆秋在24岁时候就去结婚生子了 直到周星驰邀请她出山 圆秋才迎来了属于她的辉煌时刻 年过半百以后 片约反而变得多了 这是她自己都没有料到的 在不少电影和电视剧中 她均有不俗的表现 尤其是她在四十同堂中 饰演了原著小说中最抢眼的人物 大赤包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所有诗兄弟当中 圆秋似乎和圆华的关系最好 荧幕上他们二人只要有合作 演的一定是夫妻 细心的人肯定也注意到了 他们二人经常牵着手参加活动 晚年的圆秋过上了她最想要的生活 那就是儿孙绕西 竟想天伦之乐 三人经常牵着手参加活动 三人经常牵着手参加 Quest